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成功击退了乌克兰对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海上袭击 摧毁了两艘乌克兰无人驾驶船 这一重要港口是俄罗斯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的出口通道 乌克兰的袭击显然是为了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非洲 肯尼亚警方在反政府集会期间逮捕了270余人 这些人被指控伪装成抗议者实施犯罪活动 肯尼亚的内政部长谴责了这些暴力行为 并表示将采取严厉措施应对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关于国际关系的新闻 芬兰总统斯图布在赫尔金基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能化解俄乌战争 因为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也让人们对中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已成功击退乌克兰对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海上袭击 摧毁了两艘无人驾驶船 这些船只在夜间试图攻击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和石油运出出口 虽然袭击没有造成重大损害或航运中断 但新罗西斯克市长报告称两座建筑物受到了轻微损坏 新罗西斯克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类似袭击 作为黑海和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 它在俄乌战争期间成为乌克兰军队的攻击目标 此外 俄罗斯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架向其领土发射的无人机 基辅方面认为 这些袭击是对俄罗斯自2022年2月以来持续袭击乌克兰领土的报复 战争已经进入第29个月 双方陷入了血腥的消耗产数十万人伤亡 在肯尼亚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警方在反政府集会期间逮捕了270余人 这些人被指控伪装成抗议者并实施犯罪 肯尼亚刑事调查局表示 安全部队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这些嫌疑人必将其拘留 首都内罗币逮捕了204名嫌疑人 其他地区逮捕了68名 肯尼亚内政部长谴责这些抗议活动为暴力狂欢 并警告政府将对参与者采取行动 示威活动源于一项争议性的财政法案 该法案要求征收新的税费 加剧了生活成本危机 尽管总统威廉鲁托后来放弃了这项措施 但抗议者们仍呼吁他辞职 并拒绝了鲁托要求对话的呼吁 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 在为期两周的集会期间 已有39人死亡 361人受伤 361人受伤 振透者已抹黑烫的运动 并呼吁继续示威 加拿大之声报道 芬兰总统斯图布在赫尔辛基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需播一通电话 就能化解俄乌战争 斯图布指出 俄罗斯现在非常依赖中国 如果习近平要求开始和谈 俄罗斯将别无选择只能遵从 乌克兰的盟友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和零部件 并帮助莫斯科绕过国际贸易限制 尽管中国自称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 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 中国可以帮助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称 中俄关系目前是历史上最佳 两国合作对全球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 普京与习近平会面强调 两国合作是基于各自利益 而非敌对其他国家 星岛日报近日 上海市东方医院创伤外科主任 孙桂兴因涉嫌私下传播病人麻醉时裸照及病人手术信息 定于病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而引发广泛关注 医院立即暂停起医疗工作 并表示将医法医规严肃处理 医院强调一切以患者为先 持续改进医疗服务 尽管医院内部正在处理此事 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尚未得出最终结论 孙桂兴是同济大学教授 主任医生仍在正常上班 事件是否属实仍需进一步调查 《德国之声》《世界报》评论指出 欧盟即将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附加关税 旨在保护本土车企免受亚洲竞争者的侵害 然而这种措施可能导致电动汽车价格上涨 消费者需以更高价格购买质量更差的汽车 评论警长 政府保护本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者侵袭 只会营造一种假象 不利于长卷发展 另一篇文章中 德国经济学家Christian Beloff强调 欧洲在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落后于美中 需采取自信的政策 利用自身科研和市场优势 强化经济影响力 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成就 土耳其其右翼灰狼运动的首饰引发争议 欧族联正在调查土耳其球员德米拉尔的相关行为 灰狼运动以突厥足优越性为核心 历来与种族主义和政治谋杀有关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批评欧族联的调查是挑衅 在德国灰狼运动受到联邦宪法保护局监控 成员超过一万二千人是德国最大的其右翼组织之一 德国政界人士谴责使用其右翼和种族主义象征 呼吁欧族联采取行动 德国之声在其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意图 这次会议在陕西延安召开 选择这个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为了传谈吐和不忘初心的精神 习近平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 将其视为军队建设的核心 他提出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十个明确 包括强调政治建军是军队的根杆 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生命线 以及枪杆子要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的 这些防针的目的是确保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防止军队国家化 确保解放军永远是中共的党军 星岛日报报道了 习近平与普京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会晤 习近平在会晤中指出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 两国合作是全球事务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强调双方要继续推动各领域合作 维护两国正当权益捍卫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普京则表示中俄的行动是为了国家利益 不是针对任何人 他形容两国关系是全球事务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次会晤还涉及到即将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习近平期待与普京及其他国家元首深入探讨合作 推动组织发展 在另一篇《星岛日报》的报道中习近平提到 今年5月普京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在建交75周年的重要节点上 为未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规划和部署 习近平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 中俄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发掘合作的内生动力 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出努力 普京则再次强调 两国的共同合作是全球事务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并表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 此次会晤也为即将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奠定了基础 北上注意上海脱梅雨季 迎极端天气冰雹雷电风雨似预警高挂 《星岛日报》 上海中心气象台今晚三日七时三十五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技巧 预计未来二小时内宝山、浦东和中心城区北部等地可能出现冰雹 公告提醒市民做好防暴措施 避免外出并妥善安置亦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和车辆 此外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午五十十五分和五十十五分和五十二十一分分别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计和大风蓝色预计 预计未来六小时内上海大部地区将发生雷电活动 并办有二十至三十分的降雨和七至九级的雷雨大风 有关部门呼吁民众停止在空旷地方的户外活动 避免在江河湖海游泳并远离大树墙角或有突出金属雾的地方 陆海警扣押台湾渔船五船员设非法捕捞遭醒剧 星岛日报 台湾民进党赖清德执政后大陆加强了福建近海的巡逻执法 七月二日大陆海警在福建泉州附近扣查了一艘非法捕捞的台湾渔船 二名台籍和三名印尼籍船员被扣了 大陆国台办表示渔船违法修鱼规定且违规托网作业 海警是正常执法 将依法依规处置 Painakadachi五人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刑事拘留 台湾澎湖大晋满88号渔船在金门复国敦海域捕鱼时遭大陆海警登检扣押 船长通过电话报案求助 但由于现场大陆海警船只众多 最终台湾海军署决定停止紧追 渔船被押往福建围头港 陆委会和渔业署将通过两岸管道协调 要求陆方释放渔船员 深中通道72小时通车超30万车次 占每日珠江跨江车流量四分之一 新岛日报 新华社报道 深中通道开通72小时以来 日均车流量超过10万车次 占每日珠江跨江车流量的四分之一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超级通道 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 集桥捣碎水下互通于一体 通车后深圳至中站的车程 从此前的约2小时缩短至30分钟 广东省交通集团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3日15时通道开通72小时内 车流量达30 软超南沙大桥等主要跨江通道 开通通气的车流量 超过长三角地区的重要跨海大桥 杭州湾大桥的日均车流量 深中通道的开通带来了粤港澳大湾区 生产要素流通的新速度 高峰时段一小时车流量超过8000车次 极大缓解了虎门大桥等 跨江通道的拥堵问题 德国之声柏林动物园的小河马 自从6月初出生以来 已经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明星 动物园为这只小河马 收过1万个名字提名 提名来自德国各地 以及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地 原长安德烈亚斯·克尼雷姆 特别喜欢与柏林有关的简短名字 公众可以在7月5日之前 通过社交媒体提交名字建议 小河马每天享受日常美容 先撑住然后下水洗澡 这个洗澡视频已经在网上被观看了数百万次 游客预计可以从7月底开始 在河马馆的外展区参观小河马和他的妈妈 德国之声美国商务部近日将六家公司加入了贸易限制名单 其中两家位于中国 一家位于南非 两家位于阿联酋 一家位于英国 这些公司被指与南非飞行测试学院有关联 并使用西方和北约的资源来培训中国军队 因此被列入实体清单 同时 阿联酋的两家公司应规避检查行为 被加入实体清单 其中一家还依向俄罗斯运输美国原产货物 而被列入名单 美国商务部官员马修·阿克塞尔罗德表示 防止美国的专业知识和科技 被用于培训中国军队飞行员和协助俄罗斯 有助于增强美国国家安全 此外 美国商务部还将13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 未经验证清单 其中八家来自中国 《星岛日报》近日 两名中国医疗器材企业管理人员 在菲律宾遭到绑架并撕票 引发了广泛关注 上发关注 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法哈多称 警方已经掌握了涉嫌绑架 并杀害中国公民的疑犯线索 疑犯利用空壳公司诱骗被害人到了菲律宾后实施绑架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此事发表声明 向两名受害者表示哀悼 并被凶手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大使馆强调会积极提供遇害者家属协助 敦促飞方尽快缉拿并严惩凶手 据称绑匪曾索料500万人民币赎金 随后降至300万 家属支付赎金后再也联系不上绑匪 最终警方发现了两具遗体 正是为两名失踪的受害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历代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好 既然准备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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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